對這個停止的話 今天的表現不是特別滿意 因為我訓練的話 可以隨便舉了 但是就是今天比賽的話 舉的動作不是特別好 自己挺不滿意的 因為這麼長的一個時間的話 自己應該會有一個 很穩定的一個狀態 跟動作 但是今天從 那個後場跟比賽台上 動作都是有點馬虎的那種 不是特別滿意的感覺 邵導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掉了 那沒後路可退了 他跟我說沒後路可退了 你必須就 不管怎麼樣你都得跟他起來 舉起來 沒有後路可退了 因為你沒舉起來的話 就完成不了任務 那絕境嘛 絕境的話 什麼都不用想 就是拼 就是要給他搞起來 很簡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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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我又喊了 我一上去就是 就是想把他給舉起來 可能是無意的喊吧 我那時候只想著把他給舉起來 因為沒辦法只能舉起來 不舉起來也得舉起來那種狀態 一定要把那口氣給憋住 因為舉重的話真的是 就是那麼一口氣 你氣憋得好的話 一下子就上去 氣憋不好的話 就會出現很多那個 不好的一個動作的一個細節 現在回想完的話 舉起來了自己就那一口氣就泄掉 終於完成任務了這樣 我覺得這種狀態的話是非常好的 然後自己通過這次比賽的話 也會把這一個點給總結出來 在逆境中 你怎麼去完成這個場上的一個重量 怎麼給把它給舉起來 然後對手很強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去把它拼下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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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